大家好,我叫Frank Tsai,来自伊法半导体电机控制技术创新中心 电机控制应用开发经理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600瓦的商用冰箱解决方案 这样一个演示面板呢,是演示冰箱 在工作的时候,管道内气体的压力的一个运行情况 那我们看到颜色越深的时候呢,表示它的压力越大 本方案呢,是基于ST-SPIN32G-0001这颗SIP 同时控制CCM的数字PFC和压缩机电机 这颗SIP呢,集成了STM32G-031MCU预区和一个比较器 MCU是KOTEX-M0加的内核 最高可以到64M的主频 具有64K的Flash 所集成的600伏的预区 具有200毫安Source Current 350毫安Sink Current的驱动能力 并且具有Smart Shutdown功能 比较器呢,是用于快速的过流保护 这颗SIP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工作在宽范围的工作温度 它可以在-40度到125度的温度下工作 那么6颗ST-GF10M65-DM2 650伏的IGBT用于电机控制的逆变部分 它的最高节温呢,为175度 辅助电源呢,使用的是VIPO12 具有超低的待机功耗特点 本解决方案的PFC开关频率为40K PFC电流环的控制频率呢,也为40K 电机控制的PWM频率为5K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,MCU的总的负载为63% 电机的PWM为8K的时候 MCU的负载为75% 那这颗SIP的尺寸是10x10毫米 那此方案呢,一方面可以降低 硬件设计的复杂度 另外一方面呢,可以减小PCB的尺寸 以上是对600瓦商业冰箱的所有介绍 谢谢大家